通往境外的茫茫群山 危险潜伏的边境村落 氧气稀薄的高原腹地 橄榄绿的身影总会出现 在打击恐怖势力的前沿阵地 武警边防官兵与危险环境相随 与艰苦条件相伴 坚守着维护安全稳定的神圣少尉 紧急抓捕行动 和恐怖分子面对面较量 山谷中的无声掘地 危险与他们擦身而过 人际罕至的边境村 与各族群众一道 巡护边境国境的安危 军事迹史半期播出 冰封来自反恐一线的报告第二集 感知中国力量 军事迹史 深夜十一点八 新疆边防总队夜城边防派出所的一个行动小组 整装待发 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们接到任务 在夜城辖区内的一个乡 出现了非法奖金团伙 他们利用天黑后的朋友聚会作为掩护 非法奖金 宣扬圣战思想 地下将军呢 这些歪嘴的和尚 歪曲咱们古兰经的本意 断装取义的 讲一些呢 反人类反社会的 这些事 这是地下将军界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们猜是什么就是大头大小 大苗头 是重的 新疆地区与中国地区 不平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晚上十二点 天彻底黑一下 这只行动小组悄悄出发 在夜城地区 张永洲和战友们 常常面对极端暴力 无不分子 这些人往往被严重洗脑 性情凶残 甚至泥灭人性 与他们交手 危险程度难以想象 这个情况呢 要比咱们前面 所说的抓捕一个人的情况 要复杂一些 所以说是 因为这种情况 各个这种小组 根据前面所评议 所强调的 注意咱们抓捕过程中的 因情救世 灵活处置 这一天要抓捕的 这名犯罪嫌疑人 是一名非法奖金人员 张永洲对他并不陌生 近年来 夜城周边的多起爆破案件 都与此人 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但他的行踪 却飘忽不定 毫无规律可学 他呢 这个 说的九华案 一个是九头三枯 另外一个 他这个人的反制差能力 特别强 在抓捕的过程中呢 这个我们 到了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判断 在南疆地区 非法奖金人员 往往像病原体一样 在人群中散播病毒思想 鼓动被洗脑者 袭击平民 其本人却躲藏在幕后 继续寻找下一批训道者 他们带来的危害 往往比恐怖袭击本身更大 而被他们洗脑袋 却往往是一些青少年 这也是 形成 后面的 咱们所谓的 一级拉特 圣战呀 这个前奏 前期的铺垫工作 这是根子 打击非法奖金活动 是武警边防官兵的 重要职责之一 无论黑暗中的对手 多么狡猾 官兵们都能够追踪到 他们的邪恶 探出邪恶的根源 刚才呢 已经是安排了 到他的 户户所在地 这个家呢 核实了 他不在家里 家人呢 这个给我们 派出所的民警 说是出现的东西 情报显示 反罪嫌疑人 近期的行动 非常诡异 频繁地更换住所 似乎预感到了 危险的到来 很快 行动小组的官兵 来到一个村庄的村口 二村派出所的民警 也已经在这里 挡袋了 我们从这走一百五十年 我们从这走一百五十年 这个到前面的舌子以后 自己舌子和那个房子 咱们也把车放在这个路口 那就那个 放在这个路口 路口呢 如果是房子周边的这个周围 有没有其他的房子 他有一个房子 几个门 后面也可以进 侧面也可以进 正面也可以进 交进点的房子 往往都具有这个 摸清了 现一人藏身地的具体情况 武警边防官兵 开始悄悄向目标位置移动 我们打头的车 开了个近光 如果后面的车子能够看到 确定安全 在情况下呢 你们这个灯呢 就被开了 好的 一组一百 二十五百 声音是越小越好 隐蔽行动 车队缓慢开进 并实行了灯光缓制 此时 短短几百米的近村路 却让人感觉出奇的长 在一片漆黑的环境里 人眼的可视范围 十分有限 道路两个 随时可能出现完整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紧张 刚开始时刻 肯定是紧张的 忙去 这个车辆原地挑途 原地 站到一组站到二组 不让人在 上过这个车发散机 一门 二组 穿越村庄的小路 行动小路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地点 但他们连犯罪嫌疑人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座弱党院房里 竟然只有一名父母 眼下或许只有这名妇女才知道嫌疑人的真正去向 就在此时 刺耳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屋内的安静 出乎大家的意料 嫌疑人竟然通过电话询问家中情况 而接电话妇女的情绪已经开始失忽 现场的官兵尽管非常着急 却必须耐心等待 因为只有这名妇女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 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 这名妇女的情绪几乎回退 但在最后关头问出了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行动小组要马上前往嫌疑人所在地 而在出发前 经验丰富的张永洲 没有忘记留下一组人员 继续在此留守 这家的人全部控制住 不允许他们被外交联系 我们手机被已经控制住 不能说他没有第二个手机 第三个手机 等坐上了车 张永洲仍然觉得有些不太放心 因为没有人知道 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地是否有埋伏 而这很可能会危及到战斗人员的生命 很快 无线电中的声音静落 但安静的车内气氛更加紧张 前方行动小组是否已经与犯罪嫌疑人遭遇 他们是否交手 到达村里我们才得知 就在几分钟前 行动小组趁犯罪嫌疑人还未察觉时 瞬间将其制服 这一天的抓捕行动十分顺利 但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 除了几部手机外 在这里 武警编防官兵并没有搜查到更多线索 凌晨六点 行动暂跑断步 张永洲的面色依然十分凝重 犯罪嫌疑人究竟怎样隐藏 非法奖金的重要证据 通过分析 武警编防官兵则要获得新的重要线索 顺唐落花 一场更加艰巨的战斗即将打响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冰封来自反恐一线的报告第二集 自日清晨 经过连夜审讯 案件有了很大的进展 犯罪嫌疑人精心藏匿的证据终于被发现 这些微小的数据卡平时插在手机中 看似平常 却存储着极端分子非法奖金的各类资料 这些资料大多通过境外网站获得 然后再以地下方式传播 随着对数据卡内容的进一步分析 武警编防官兵从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名犯罪嫌疑人还和一伙制暴分子有着密切的往来 制暴分子平日里以平民身份做掩护 而在私下偷偷制作爆炸装置 妄图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说当前呢 他们采取这些极端的行为 采取这些盛战 用的最平凡的 危害性是最强的 也就是打蛋 根据情报 这个制暴团伙是一个家庭 就居住在距离夜城不远的一座村庄中 事不宜迟 仅仅几个小时后 张明州就带领行动小组再次出发 向右 撞 后步 前一天晚上的抓捕持续到黎明时分 而后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连夜审议 大部分武警边防官兵都一宿没睡 到达指定村庄后 行动小组先与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烫头 了解到犯罪嫌疑人一家恰巧上午外出 预计当晚归到家中 考虑到村庄中人口稠密 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有炸弹赋予顽抗 狠狠地会伤其无辜 根据这一情况 张明州决定尊兵把守可可入口 在村庄外围堵截刑一人 很快张明州带领的小组 到达了指定的堵截地点 这里是一片荒原 只有一条温路 人际喊致 视野开 一切准备就绪 行动小组将耐心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到来 眼前的这片荒原始终一片寂静 这让人觉得时间格外漫长 傍晚时分 集结 最新获得的情况 职宝分子 没有按照预定路线前进 而是前往一城市 这绝不是个好消息 三公司路口的城市 一家是四个集中的现在到他爷爷家里面去了 我们的民警已经查到了 确切的地址 现在在路口 七川区的路口 七川区我们要进去 进去之后应该是在左边方向 三十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参战官兵早已精力透支 但他们再次强打精神 紧急赶往夜城 如果不能成功堵截这个质宝团伙 那么炸弹虽是可能在人群中爆炸 令张永州感到欣慰的是 智宝团伙还没有到达夜城 就已经被前方配合堵截的公安民警制服 我们今天要找那个人吗? 阿布里克 阿米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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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他 智宝很厉害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 参与行动的官兵却毫无睡意 虽然智宝团伙的成员全部被控制住 但他们是否还有帮凶 爆炸物到底在哪里 这些问题仍在确认 大队长张永州马上连夜展开审讯 让大家感到诧异的是 这个智宝团伙的核心 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儿子 今年还不满20岁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长期从境外网站学习炸弹制作 并获同家人和朋友制造 准备刺激发动恐怖袭击 至此这起案件告一段落 所有犯罪嫌疑人在48小时内 全部被抓获归案 在南加非法宗教的遗害已经延续了多年 面对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 武警阶防官民们却不会回缩 他们将继续用忠诚和勇敢 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管理 任何散布邪恶的暴徒 都无法逃脱正义和法律的审判 通往境外的茫茫群山 危险潜伏的边境村落 氧气稀薄的高原腹地 橄榄绿的身影总会出现 在打击恐怖势力的前沿阵地 武警边防官兵与危险环境相随 与艰苦条件相伴 检守着维护安全稳定的神圣少尉 紧急抓捕行动 和恐怖分子面对面较量 山谷中的无声掘地 危险与他们擦身而过 人际罕至的边境村 与各族群众一道 巡护边境国境的安危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冰封 来自反恐一线的报告 第三集